可不可以順便幫我們示範一下外科口罩的戴法 哇 這個可以的 說到戴口罩 柯文哲可是有心得 昔日醫生口罩不離身 尤其又是四眼田基族 口罩怎麼戴不起物 柯市長回國當期 柯一時 鋼梁的部分要放在上面 然後再貼著鼻梁把它貼緊 讓它在上面比較沒有 因為這樣呼吸器 水氣都會冒上來 除此之外 柯P小提醒 下圓拉一下 貼合下巴 徹底包覆 根據醫師們的臨床實驗 普通外科口罩 阻隔病毒絕對不輸N95 口罩對一般的情況來講 它最主要效果並不是 它對於多小分子的過濾效果 而是對於一個呼吸道分泌的 一個物理性的屏障 但過去SARS經驗 不少人曾經戴口罩也染病 關鍵原因在這裡 病人有時候碰了這個床欄 把手 門把 窗簾 那醫護人員再碰到它以後 除了呼吸道以外 鼻子跟眼睛這兩個部分 是我們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請洗手真的很重要 門把電腦或電話 只要病患觸碰到 都會成為傳染媒介 普通人容易透過 揉眼摳鼻來染病 人家可能碰觸到的表面 我們一定要特別小心 宇宙防護的概念 就是我們認為所有的東西 都有感染性 不要認為一定的東西就安全 只要有可能被人家碰過的 我們就一定要小心 日本專家提醒 手機足以要切記 肺病病毒也會殘留螢幕上 得用專用清潔劑試鏡布 擦拭乾淨防病毒 不過切記千萬不要像我這樣 在螢幕上面噴太多的清潔劑 不然如果你沒有把清潔劑擦乾淨 液體流到手機裡面 還沒有防疫成功 你的荷包可能就要酷酷了 清潔防護小配搏 眼耳鼻口都照顧 防堵病毒有效果 記者蘇熊掌姿態被采訪報導